儘管拜登宣布勝出選舉 並開始組建團隊 但美國大選還未有結果 億萬人都在等待法庭就選舉 舞弊案的訴訟進程 美國陷入分裂之中 如何才能找出路呢? 前梵地江教廷駐美大使 維加洛大主教給出答案 美國當地時間11月7日下午 在點票上未結束 多個州份法庭還未就選票舞弊案進行審理時 拜登卻在訴訟案前身的情況下 匆忙發出勝選聲明 8日拜登發表全國演說 期望國家團結 並承諾會應對疫情 當時特朗普總統剛打完戈爾夫球回到 他拒絕接受拜登勝選 並發出聲明 強調選戰還未結束 特朗普7日下午發推文稱他贏得選舉 並且得到7,100萬張合法選票 這個數字是有史以來歷屆總統最多的 他又提到 選舉發生不允許共和黨觀察員監票的壞事 這個以前從未發生過 他還說 有8萬的郵寄選票 被寄給松武要求郵寄投票的人 特朗普競選團隊表示 可能將就選舉舞弊而發起10宗訴訟 這個時候 一些國家領導人對拜登發出祝賀 包括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德國等 台灣總統蔡英文透過推特發文祝賀 表示期待台美雙方合作 進一步深化彼此友誼 不過這些領導人基本都是通過社交媒體 以個人的身份 而非國家正式聲明來表達祝賀 然而截至北京時間9日下午 俄羅斯總統普京沒有對媒體報導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做出回應 近來人沉迷的是 此前曾公開聲稱支持拜登當選的北京當局 亦尚未對拜登當選的消息做出回應 時事評論員鍾元 在習近平仍未祝賀拜登恐之內情 一文中評論說 不單習近平沒有發聲 連新華社措辭都很拘謹 目前大陸有關美國大選的官方報導 還停留在11月7日的內容 謹稱據美國媒體7日測算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前副總統拜登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 已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現任總統特朗普隨後表示 此次選舉遠未結束 更稀奇的是 新華社民字繞繞可數 但就罕見使用了4張大幅圖片做報導 第一張圖顯示支持拜登的橫幅 但圖片說明僅清 11月7日公眾聚集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 第二和第三張圖片似乎有人在慶祝 但就沒有表明是支持誰 第四張圖片就寫得很明白 11月7日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國威斯康辛州 有默迪遜示威 公眾發現 中共黨媒一度連篇報導拜登民調明顯超越特朗普 中共壓住拜登的心態一攬無為 大選前幾天拜登和中共的醜聞曝光之後 中共黨媒罕見地沒有否認、評擊 但忽然就變得很低調 美國大選投票後 中共黨媒更加謹慎 至今沒有報導拜登勝選 中共黨媒的態度自然就是中共高層的態度 評論說 至少目前為止 習近平還沒有打算祝賀拜登 或者說 習近平並不認為拜登獲勝 一個多月前 習近平對特朗普總統住院的問候遲到了30個小時 這次是否也會遲到呢? 作者分析說 今次習近平的沉默 更可能是瞭解美國大選舞弊的詳情 假如習近平祝賀拜登 之後法院判決特朗普總統獲勝 中共政權的風險就太大了 中共黨媒也偶爾挖苦諷刺過特朗普總統 但很快就被叫停或消失了 中共外交部最多是欲罵蓬佩奧等人 但卻不敢辱罵和誣蔑特朗普總統 這應該是中共高層確定的絕對原則 不允許攻擊特朗普總統本人 中共高層應該擔心 一旦激怒了特朗普總統 特朗普可能迅速加大反擊力度 包括軍事的選項 中共政權恐怕很快就會無法支撐 有關拜登團隊的舞弊現象 很多媒體都報導了大量事實 比如11月7日 郵政總局發言人Ted Kelly通過電子郵件 向英文大紀元表示 他們已經注意到Project Veritas公布的一段影片 裡面顯示奔席凡尼亞州伊利縣 有人站出來公開舉報郵局在選票上造假 李察霍普金斯是伊利縣的一名郵政工作人員 他告知非謀利新聞組織Project Veritas 他實名舉報了奔席凡尼亞州伊利縣的 郵局局長參與選舉舞弊 霍普金斯說 有一天他聽到伊利郵局局長羅伯特威森巴克 和一名工作人員的談話 他說 我沒有看到他們的稻田日期 我是聽到他們談論這件事 他們正是說前一天 也就是11月4日 他們將收到的所有選票上的日期 都蓋印成3日大選日 除了一份之外 他們將一份選票搞錯了 蓋印了4日 也就是說 他們將那些遲到作廢的選票 改成了合格選票 而這些遲到的選票 很可能是有人大量造假製造的 這個已經是美國郵政系統出現的第三位 站出來揭露造假黑幕的吹哨人 霍普金斯表示 我做了這個艱難的決定 冒了生命的危險 將郵局這個極端錯誤的行為公之於世 我不確定未來等著我的是什麼 但我覺得公眾有權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郵局已經威脅要解僱我 我為我自己 我的家人 以及和我最親近的人感到害怕 前凡帝綱教廷駐美大使 烏爾柏納區名義大主教 卡洛馬利亞維加洛 於11月4日發表第三封 至特朗普總統的公開信 信中 維加洛譴責總統大選中出現巨大欺詐 他說 世界上所有的好人都應該為特朗普祈禱 擊敗上帝的敵人 就如和他神聖的職責不可被擊敗一樣 特朗普也不會被擊敗 他也警告人們 不要天真地以為黑暗之子會有誠信 他告誡人們 不要被敵人的謊言 將自己搞得心灰意冷 特別是在謊言和欺詐敢於冒犯天堂的特殊時刻 他說 如果你願意祈禱 或者如果我們所有人都以信仰和真正的慈善熱情來祈禱 留給我們對手的時間就指日可數 面對困難 主教還建議特朗普總統說 你應該祈求萬皇之王救贖你的國度 而你因此將得道回報 你的見證將觸動他的心 來自上天的因此將倍增 前所未有 這個對你取得勝利是不可或缺的 有評論說 或者美國的亂局 只有萬皇之王才能解救 面對混亂吵集的美國大選局面 住在紐約的法輪功始創人李洪志先生 於11月8日在大紀元網站發表了一首詩 點出了事件的核心問題 大選 朗朗乾坤紅魔亂 泱泱大國毕為患 左右社會人心冷 正義良知幾時還 朗朗 臨